音樂 哈囉 各位高雄百宮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是不是覺得生活很煩悶 想要出國chill一下啊 你知道嗎 我們世界最大的飛行劇院製造商 就在我們高雄前鎮 接下來就讓我們帶大家 一窺智薇的iRAP飛行劇院吧 智威科技在2008年正式进军体感游乐设备产业 目前旗下的体感飞行剧院 已经成功拓展到世界各国的主题乐园 稳居全球体感设备产业的领头羊 哇 董事长我们刚刚体验的就是五滴飞行剧院吗 是 这是一个五滴飞行剧院 是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用这样的视角飞越台湾 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太真实了 就好像真的是来到清水断压的上面 甚至我们还有飞到了像是墾丁 然后来到墾丁之后连那个风的温度都可以感受到 真的是好像来到了国境之难 董事长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神奇厉害的技术跟体验吗 其实这是一种体感科技所制造出来的一个体验设备 那我们最主要是希望让你真的好像真实感受到 你正在天空飞行 可以从台湾的北部飞到台湾南部 那所有一切就好像是真的 像你会感觉到水气的变化 感到温度的变化 然后你如果飞到那个高空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那个风的强劲 还有你甚至说你看到的东西都是360度的无线 就是说是没有死角的呈现在人面前 其实我们做这道飞行影院 它其实后面是很多台湾的科技去把它制造出来的 那可是最后只是为了呈现一个感觉 就是说你好像真的在那边 而不是像看电影 觉得是在萤幕的外面 真的 尤其是那个萤幕也是360度 整个环绕的感觉 然后飞上去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心里还会痒痒的 不过我们还想要知道的是 我们智慧一开始其实就是在 从事这样子体感设备 然后这样体感的游乐设施吗 不是 其实你看我们这边的 我们在高雄的软体科学研究 其实我们本身一开始这家软体公司 我们事实上我们早期做的是手机的软体 还有一些其他网页的软体 我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是在做体感游乐设施 那事实上这是一个机缘 就是说在2007年的时候 我们高雄有一个主题乐园 它在兴建 然后叫一大师建 那时候他们看到迪士尼一套很厉害的设备 叫SORIN 那SORIN这套设备呢 其实是一个迪士尼从2001年就发展出来设备 可是呢我们的主题乐园的业界呢 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做出类似的 那可是他们很想要 那国外的厂商报价又非常非常贵 对我记得那时候的报价一套大概超过10亿台 哇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艺大世界的 他们的董事长就觉得说 那我觉得台湾的技术也许可以做出一套 就是说比他们更强的设备 就到处在坊上 那就刚好就找到我们 那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点出生之徒不畏 从来没做过游乐园的设备 可是那时候就觉得这套设备太有意思 是很想去挑战 所以就鼓起勇气 去接了这个生意 那最后信号也把它完成了 董事长刚刚其实谦虚了 说到自己出生之徒 但是我觉得志威应该算是 不明则已一鸣惊人 但我们更想要好奇的是呢 当时候我们志威是怎么样决定 要继续往飞行剧院这个部分来继续发展呢 其实我们当做完第一套飞行剧院以后 才发现其实国内市场非常小 所以我们就往往往那个海外发展 我们第一个客户是在温哥华 那做的项目叫飞越加拿大 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项目 因为它的一个施工定点 几乎是在一个海面上 因为它是一个从岸边 衍生到那个港里面的一个建筑物 它是一个成为叫convention center 是一个大跨越建筑物的楼上 施工是非常困难 因为几乎没有道路可以到达我们要施工的地点 我们必须把所有基建拆成很小块 然后透过船舶运送到那个前端 那再吊上去 然后用像拼积木 一小块一小块的把它组起来 这个施工其实长达两年半才能把它完工 那可是完工之后是非常的成功 因为它当年度就拿到 Triple Advisor 评件的第一名 就到温哥华必去的一个地点 那现在也是它当地的地标 几乎每个人去温哥华 都会去那个地方去体验飞行 居然的在加拿大上空飞行的那种感觉 那因为这个地点的成功 我们受到很多国际的客户的注意 然后纷纷过来给我们洽谈新的订单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前载难逢的好机会 然后就把公司的重心就往这个领域去发展 是 没错可以算是国际顶尖的技术也是我们的台湾之光 不过这个飞行巨人的技术跟设备 其实在国内的市场上面算是相当少见的 不常见 那智威在当时候的研发 或者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跟困难 其实几乎什么都是瓶颈跟困难 因为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 因为台湾过去以来没有这个产业 没有主题有了设备这个产业 所以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 包含就是说它的法规 包含它的一些标准 其实一开始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还去引读这些事情 而且我们去找所谓的供应商的时候 几乎也找不到一家有经验的 所以变成说我们从供应商那边 我们要叫它说怎么去做出这些标准跟规格 那其实一开始是很辛苦的 因为我记得在这段过程中 我们的供应商甚至不想帮我们制作这些产品 因为他觉得说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花了很多时间 苦口婆心跟它刮干净 那终于才说服他们来帮我们做这些产品 那我也必须说台湾其实的制造能力是很强的 当他们愿意帮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是跟他们一起合作的过程中 就是说突破很多瓶颈 甚至克服很多困难 您觉得智威在这一块当中 它胜出然后而且成功最大的因素在哪里 其实这个过程我们其实做过很多心理的挣扎 因为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以前还没做过的事情 我们可以循序究竟 就是从最简单的做起来 或者你可以一开始不怕死去挑战最困难 我们后来就选择后者 我们去挑战最困难 所以其实我们在打国际市场的时候 第一个在温哥华其实那是很困难 因为北美地区的法规是全世界最严格 那我们之后的客户呢 我们都去挑战欧洲的客户 像我们在17年到19年 欧洲地区最佳游乐设备的大人都被我们拿走了 但这个过程虽然很艰辛 可是我们一旦突破之后 其实基本上就变得没有敌手 但是在突破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仰赖并不是我们一家公司的一个能力而已 其实我们后面有个台湾队在支持我们 因为台湾是一个在制造生产上 其实很有实力的一个地方 我们在为了突破很多技术难点的时候 我们的供应商帮我们找到很多解决方案 那甚至我们在安全一些法规认证上 从不知道到要怎么去做到输闹结果 这整个过程中 我们的就是说这些台湾的厂商 就跟我们一起去想办法解决 找到解决方案 然后突破这些过去从来没有做过事情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困难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 可以就让这些瓶颈可以突破的主要原因 所以说董事长刚刚提到 我们智威可以算是组了一支非常漂亮的 飞行剧院台湾队 就是串联起了很多台湾的职人精神 带领大家一起飞向世界 其实这次新冠肺炎发生之后 其实也带给我们的客户 包含主题乐园界带来很大的冲击 因为他们投资了很多的金钱在主题乐园上 可遇到一个疫情就全部不能使用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始发现到一些新的商机 就是说到底未来的主题乐园 或是所谓这种主题乐园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我们看到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可能就是说有一天你不去主题乐园 你也可以一样可以感受到主题乐园的所有一切 我们现在其实几乎可以做到这件事就是说 我们在不同的人一起搭一台云霄飞的模拟器 可是你一样听到对方在其他地方的尖叫声 或是欢笑声 可以一起透过这种5G连线 把它传得到每个人的一个感官里面 那好像说你不去迪士尼乐园 可是你一样可以感受到迪士尼乐园里面的一切 我觉得这也许这是一个我们在这个主题乐园的一个 一个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 是那在跟高雄在地呢 有没有什么样有接下来可以让大家期待的连结 其实我们发展出一个飞行营业这样的产品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人就在高雄 当我们为什么可以做得到这一点 我一直强调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台湾队 那为什么在高雄 其实我们看高雄过去的经济发展历程 它从一个就是说加工出口重工业一直发展到现在 其实它是经历很多不同产业的一个转变 也累积大量不同领域的人才 像在做这种大型的系统整合的平台的时候 它是比其他城市更有它的优势的 那我们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优势 我们才能做出这样的产品 所以在未来包括5G IoT这种跨领域级别的这种 大型整合的这种产品或技术 我觉得高雄是一个很好去发展的一个城市 那我觉得这而且高雄的地理环境也非常优越 像我们过去在做这种大型游乐设施的时候 其实在别的城市几乎很难做的 为什么 因为你做完第一个你可能没那么大空间 第二个你可能没那些重工业基础 你可能要制造生产 你要到别的城市去做 那最后你要运输的时候你也没缸口 可是高雄都有这些优秀的地理环境和条件 其实我认为高雄未来的发展应该是 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 是谢谢高雄 谢谢董事长 也要谢谢志威 我们每个人可能买不起一台法拉利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台 手工打造的法拉利的飞行剧院 从数位内容到五滴体感特效 志威科技以i-right带你飞越台湾 展望世界 从高雄出发 行销台湾之美 用体感科技打开互动新视野 水螺尔 今天我们来到驾驾的 感觉到爱鸟 5D的航空 predominant观感NI 的omi 从大社群 Alto 自然是并总到 Flying in the sky Let's explore the world And appreciate Taiwan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今天来到高雄 体验了 I ride 5D飞行剧院 透过视觉 听觉 受觉 触觉 与体感的 拟争飞行 仿佛真的在天空飞翔 生力其境的感觉 用不同角度 欣赏台湾 探索世界 开拓不一样的行事业 Experience 体验 Today, we are here to experience in I ride 5D Flying Theater 今天来到高雄 体验了I ride 5D飞行剧院 Immersive Immersive 生力其境的 Experiencing the flight simulation from various senses It is an immersive experience as if you are actually flying in the sky Experiencing the flight simulation from various senses It is an immersive experience It is an immersive experience as if you are actually flying in the sky 透过视觉 听觉 嗅觉 触觉 与体感的拥震飞行 探索世界 开拓不一样的新视野 Immer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